哈喽我是薛林六 老师没教室 今天跟各位同学们分享的主题呢 那就是不知道各位同学 有没有在可能像是百货公司的美食街 墙面上呢会输出可能一两百公分 这么大图 或者呢是有些展览墙壁上 也会输出大图等等 甚至呢是现在台湾的选举快到了 很多大楼外面会挂很大张的 看板设计等等 各位同学可以仔细观察 为什么有些海报的输出 上面的文字文案 会出现马赛克的问题呢 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各位同学们分享的点证 以及向量的差别哦 那如果你对今天的主题有兴趣的话 就马上看下去 看之前呢记得先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追踪我的IG哦 好那我们马上回到主题 今天呢如果你要设计这张档案 他之后是要输出的尺寸非常的大的话 破百公分一两百公分以上的话呢 里面的文字设计包含像logo啊标准字内文等等 请务必一定要使用AI来进行设计哦 因为AI本身是向量档进行放大呢跟缩小 在印刷的时候呢也不会叫成文字边边有马赛克的问题哦 各位同学们在外面仔细看那些大图输出海报的时候 有时候你会觉得 诶为什么他的文字边边都会有一些毛边或是马赛克 那都是因为在设计的时候呢 这个文字档他本身已经是个点阵图了 很有可能非常大的几率就是 他原本是在PS里面设计的 还有第二种可能呢就是这个图档本身 原本档案的尺寸没有很大 但是在印刷的时候呢强制放大 加上他本身又是个点阵图 就是如果你本身输出的时候是给JPG PSD等等 本身是点阵图的图档的话 他在强制放大拿去印刷的话呢 文字就会产生毛边跟马赛克的问题哦 在之前这影片有跟各位同学们分享 在设计logo的时候呢要使用AI会比较好 那这里呢就可以把它套用在 如果你今天要设计一张大图档 你就可以直接开启AI进行排版 那以上这个小小的观念就分享给大家哦 对了要补充一下 如果你今天进行的看板设计呢 假设你在AI已经开启一个尺寸 然后呢你置入一个文案 就是这个文案呢原本可能是在PS里面设计的 你将这个文案点证图呢置入到AI里面去 然后你再把它转存成AI 那在这里跟各位同学们讲 他原本就是个点证图 他并不会因为你置入到AI里面 你转成AI 这个文字呢他就会变成向量 他是并不会的哦 所以呢文字的排版 logo标准字等等 请务必务必要在AI进行排版设计哦 不知道今天的影片大家喜不喜欢呢 喜欢的话呢请务必在留言告诉我哦 好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没想到喜欢 把影片分享出去 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影片见哦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